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对他的表现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这支利物浦的实力如何 你觉得他们有希望获得联赛冠军吗 这支球队足以赢得联赛冠军 你可以在对阵巴黎圣日尔曼的比赛中 看到这支球队的实力 但是我还看到球员们对比赛的饥饿感 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替补阵容 球员们在竞争中相互推动 这是很好的氛围 斯图里奇首发大陆一球 而替补上场的菲尔米诺则攻入至圣禁球 这会让主帅在球员的选择上遇到难题 对阵南安普顿的比赛到底让谁首发 这是幸福的烦恼 我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奖牌来换取利物浦本赛季的夺冠 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尝到过联赛冠军的滋味了 克洛普做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赢得一些荣誉 英超冠军是我们都想要的东西 这是球迷们最想要的冠军 我们就是看着利物浦夺冠长大的 1990-1991赛季 在慈善盾杯比赛中与曼联战停之后 格罗贝拉效力的那支利物浦队 曾取得联赛巴联胜加油 想要打破我们的记录 他们必须在联赛中取得8连胜 慈善盾杯不算数 那支是无足情重的比赛 从首场联赛算起 那个赛季我们连 续赢了10场 其中包括联赛杯的比赛 你怎么评价阿利森在利物浦的表现 圣诞节过后 我会给出自己的看法 你不能在这个阶段就评怕他的表现 他在对阵巴黎圣日尔曼的比赛中传丢了几个球 但他仍在调整和适应 为利物浦效力 你的表现就会受到外界的详细审视 阿利森不得不习惯这一点 卡里乌斯和米尼奥莱都有过亮眼的发挥 但是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压力 上周末 你与球迷一起观看了利物浦对阵热斯的比赛 一些球迷没想到我会和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问 你为什么不在豪华包厢里和那些有钱人一起吃吃喝喝呢 我说 别说了 我只是个球迷而已 我和球迷们一起坐火车回到利物浦 那真是很棒的一天 我说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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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在这些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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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